哈喽大家好,我是西庄欢欢,我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晚饭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饭了 你盯着干嘛 知道我今天要煮什么吗 我今天煮火锅鱼 这是一条胖头鱼 你熟悉了吗 你又摸身上去了,都有鱼腥味 先来点火锅底料 这个葱姜蒜,花椒,辣椒 然后姜,水 味道好大 好了,这么多水够了 这个等一下煮开了就可以吃了 好,这边准备的是红蒿,然后一点小番茄,一点香菜 这个番茄是因为昨天买的当水果吃的,太酸了 等一下煮到火锅里面 没有酸 嗯,还有我跟我儿子最爱吃的豆皮 这个蘑菇 酸的很,你尝尝 又酸又冰 好温 这个番茄给它丢这里边吧 丢里边煮的挺好吃的 小番茄 煮的更酸 煮的它才好吃呢 好,再盖上盖子那块煮 我今天煮的菜特别简单 不用烤,直接煮就行了 就把这个菜什么的洗一洗,切一切 放锅里面煮 火锅底料煮一切都好吃 然后这个鱼是我之前粘了的 用那个盐跟药酒粘了一下 然后再把它洗干净,就放里面就这样煮 我买那么大一条鱼才花了我 二十块钱 就是潮水里面它不是那种 鱼糕里面的鱼就是刚死掉的 然后拿出来特价卖的 它的便宜就完了一口 但是我本来就特别喜欢吃鱼 老想吃火锅 这个快煮开了 看这个已经煮开了 但是我想它把鱼煮熟了之后 再解开盖子 因为这个鱼头还看得到生的 让它炖个十分钟吧 已经煮了十分钟 再把鱼条小一点 不然它会见到处都是的 太满了这一锅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饭 这个鱼超好吃 好嫩哦,这个鱼 这个鱼超好吃 好香 它煮这个鱼很嫩 小番茄皮都煮没了 今天晚上吃老母鸡 鸡肋脏 最后一点辣肉 葱姜蒜 葱姜蒜 小米辣 葱姜蒜 盖子 尝一个熟的米 把他一锅肉竟然倒不出来 是吧 是吧 这个老米鸡 这个鲤鱼里面可是放了腊肉 我就同时要吃 是吧 先放香菜和葱 吃饭吃饭 你红领筋没取太容易 来 别来烤火